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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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有接种过冠状病毒疫苗 朝鲜在中国出现病毒后 于2020年1月份关闭了边界 是世界上首批关闭边界的国家之一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吹嘘自己有能力阻止病毒入侵 迄今为止 它没有向世卫组织报告任何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朝中社没有说这些新病例和死亡病例 是否都是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 但据专家说 该国没有能力大规模检测其人口 韩国世宗研究所的朝鲜问题专家郑向昌表示 鉴于缺乏检测能力 将这些发烧病例都认为是冠状病毒病例 并不夸张 他估计 朝鲜实际的冠状病毒感染数量可能更高 因为有许多无症状病例 他强调说 朝鲜的感染率正在非常迅速的增加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12号主持了政治局关于疫情的紧急会议后 首次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 14号 朝鲜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会上金正恩承认 疫情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动荡 他还宣布将采用中国的模式来对抗冠状病毒 他说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在预防病毒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成就 法新社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持清零政策的主要经济体 朝鲜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是其2500万人口中没有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 因为平壤拒绝了世卫组织 北京和莫斯科提供疫苗的建议 北京当局周四向平壤表示 愿意提供帮助 首尔则在周五提出要向平壤赠送疫苗 首尔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镇说 金正恩的声明还表示 他将努力从中国获得供应 推特账号约翰14号发文说 金正恩与上万人不戴口罩密切接触大合影 就是疫情大爆发的根源 并贴出了大合影照片 这文中提到 金正恩在4月25号举行建军节活动 从官员、军警、平民到学生动员上万民众 金正恩与上万人不戴口罩拍合影 拍了至少57组大合影照片 每张照片都冻点2000人 中共的清零政策重创在华外企 促使许多企业考虑将投资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 中共喉舌新华社5月12号发文 呼吁外商别离开 疫情考验会过去 然而外界却高度质疑 清零政策是否有效 新华社在文中开头便提出 中共的疫情管控措施 让外国商会担心 一些外国商会会考虑中国的替代选项 文章还几次提到 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还试图向外企保证清零政策的好处 文章请求外企要从长计议 选择与中国共可时间 然而对传染力极强的Omicron采取清零政策 令外界高度质疑其有效性 并担心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会不断地出现封锁 解封遥遥无期 导致企业长期陷入困境 在华 欧洲和美国企业 已经对越来越不稳定的投资环境表达了担忧 在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的情况下 习近平最近要求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提振中国经济 俩虎财经说 这表明北京内部日益担忧 经济增长前景 中国贺皮书首席执行官利兰米勒表示 中国如果坚持清零政策且控制不住传染 任何经济刺激政策都没有意义 如果40%的中国人口被封锁 或中国40%的GDP被封锁 你可随意去谈论刺激政策 但你要刺激什么呢 5月5日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说 如果你不敢沿清零政策 我们会用脚投票去其他地方投资 在华的美国企业也因清零政策降低了投资信心 中国美国商会5月9日表示 58%的在华美国企业调降全年营收预期 51%的美国企业将减少或延后在华投资 美国商会主席华刚林表示 当局的防疫措施打击了美企在华投资信心 我们准备应对今年夏天外国人才的出走潮 越来越少的海外员工愿意接任在中国这里的职缺 5月14日 亚足联官方宣布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中国足协已经放弃主办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 亚洲杯中国组委会也通过微博发布公告 称受疫情影响 中国组委会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 按完全开放模式办赛做出承诺和安排 经亚足联 中国足协和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 共同商议后决定 本届亚洲杯足球赛将异地举办 明年的亚洲杯原定于在北京 天津 上海 西安 大连等10个城市举办 据中国媒体介绍 这10个城市都进行了专业足球场的建造 2021年10月22日 亚洲杯会徽和10个城办城市的徽标 在上海正式发布 同一天为亚洲杯兴建的首座专业足球场 上海浦东足球场正式揭幕 截至目前 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也已经进进攻 此外还有8座为亚洲杯新建或改建的专业足球场 也预计于2022年年底全部完工 大陆足足记者袁也在微博透露 本以为这是明年的比赛还能再等等 但是亚洲联等不及了 现在就要一个承诺 但现在怎么给呢 自中共病毒爆发以来 中国已经有多项赛事 受防疫政策影响而取消或推迟 2021年世界俱乐部杯足球赛和2022年的东亚杯足球赛 都改在日本举办 2022年杭州亚运会被推迟 成都大运会被推迟 汕头亚清会则被取消 亚洲杯原定于2023年6月16日到7月17日在中国举办 有网民对此评论说 细思极恐 这是否意味着清零政策可能要持续到明年夏天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5月14日表示 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游翼的一艘中共海军间谍船 并没有违反海洋法 但是却意味着澳洲需要面对中共军方强势行为 带来的挑战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周五曾表示 中共海军南下这么远的距离 他认为此举构成了侵略行径 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海军一艘海王星号间谍船过去一周 一直在澳大利亚西海岸 50海里以外的海域游翼 由于距离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 哈罗德霍尔特海军通讯基地很近 因此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关注 使用该通讯基地除了澳大利亚的海军 还有美国及盟国的潜水艇 澳大利亚国防部也发表声明指出 澳方正在利用海空力量对这艘间谍船进行监控 澳大利亚5月21号举行大选 莫里森总理为了胜选连任而频频参与竞选活动 澳中关系以及中共在南太平洋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澳大利亚选战中的重要话题 莫里森周六在墨尔本参加竞选活动时 又被媒体问及中共间谍船一事 他指出中共间谍船没有违反海洋法 但它的光临令人担忧 他强调此事彰显出北京寻求将其意志强加于整个地区 让澳大利亚面临挑战 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海域出现的中共间谍船 并不是最近中共海军秀肌肉的唯一报道 5月3日由辽宁号航母率领的一支 中共海军特混舰队进入西太平洋海域 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信息 辽宁舰进入西太平洋后 连续多天展开舰载机起降训练 短短六七天内舰载机起降超过100次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本周早些时候也曾对辽宁舰 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演训活动表示担忧 七大工业国集团与欧盟的资深外交官员 14日结束在德国的会议 承诺将继续提供乌克兰军事协助 并呼吁北京不要在俄乌战争上协助俄罗斯 不要破坏各国对俄国采取的制裁 也不要为俄国的侵略辩护 G7外长14日还表示将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制裁 绝不承认俄罗斯以武力企图改变的边界 并警告乌克兰战争将助长全球粮食与能源危机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这是俄罗斯总统发动的战争 但我们负有全球责任 G7外长在联合声明中指出 将加紧努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 逐步淘汰或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和石油 G7各国与乌克兰的农业部长14日也商讨了 如何将卡在乌克兰的农产品送出国 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13日宣布禁止小麦出口 G7农业部长谴责此举将导致粮食危机更加恶化 印度禁止小麦出口的理由 是高温导致潜量锐减 以及全球小麦价格因战争攀升 影响印度食物安全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近日向用户发送短信说 为防止境外电话诈骗 将默认关闭接听境外电话的功能 需要接听境外电话的用户 需进行登记 民众质疑真是为防诈骗吗 中国科技门户网IT之家周三发布的用户截图显示 中国移动发送的一条信息显示 由于近年来境外诈骗电话案件频发 根据上级要求 浙江移动将会全面落实 国际及港澳台电话接听功能 按需开通工作 若用户需要接听此类电话 他们要在本月20号前发送特定短信进行认证登记 否则将被关闭相关接听功能 中国媒体《蓝津财经》周五引述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 对此网友评论说 这真是为防诈骗吗 现在语音通话软件满天飞 打电话还有什么境外境内 微信上声音图像都有 那么微信也要切断了 如果说要防诈骗 得先关闭诈骗头子央视 朝着闭关锁国的目标再进一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了北朝鲜终于去陪伴西朝鲜 以至于西朝鲜不会成为全世界上最糟糕的病毒清零国家 仿佛这个世界就是在告诉中国人 如果屈从于共产党的统治 那么朝鲜就会是一个范本 能坏到什么程度 估计过几天就会有再次刷新三观的事件发生 至于说如果不服从于共产党的统治 为自己争取自由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估计很快乌克兰也会给我们展现出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